不过我看你之前是学服装设计的 怎么跟现在专业跨度那么大呀 别相信 二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很坚定地相信某个人 以及那个人给你承诺了很多美好的未来 所以 算了 年轻嘛 谁不碰到几个垃圾呢 我也没分出来它到底是可回收垃圾 还是不可回收垃圾 不好笑吗 我觉得余小姐还挺幽默的 一般这个不可回收的垃圾啊 它的处理下场都是自烧 你 后悔吗 创业 后悔啊 为什么 是没能成功吗 曾经我以为创业 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但没想到它 毁掉了我的美好生活 毁掉了你的美好生活 那它了呢 请不吝点赞 如果我们回应评一下 从小井秘来 需要加点光 进一步 准备